LISA嗎 現在就像LISA 我可以像他們兩個 生出來小孩 不要再生小孩 我跟二一請拿 因為你就是男愛女 不會 但是身邊的人 一直說啊 朋友啊 家人什麼 那你知不知道我們班底 也有一個LISA 有喔 那個錄影前有先知道 你覺得你們兩個 平良心想誰比較像 我本人的風格因為不像 所以我覺得她會比較像 故意謙虛 客氣 是風格 你是說個性還是什麼東西 我本人的造型跟風格 跟LISA差得比較遠 但是五官呢 我覺得純潤五官的話 五官的話嗎 我可能 是因為我長比較像 東南亞那邊的 所以你更像 嗯 應該是 來了啦 東南亞來了啦 LISA 可是你同時也很像 另外一個人是不是 一個就是在講笑話的 誰啊 喬瑟夫 喬瑟夫 就是YouTube的那個喬瑟夫 整個落差很大 所以就是喬瑟夫也像LISA嗎 怎麼可能 因為都是她 怎麼可能 又要用心化妝 怎麼可能 妳今天要像 巧色的懷孕 好 現在要像LISA 我可以像他們兩個 生出來小孩 誰要跟她生小孩 我不想想像 他們兩個有生懷孕 我不想想像 你會得罪LISA的粉絲 我跟你講 沒關係 我已經有點得罪了 已經得罪了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妳覺得 好 1到100% 妳覺得妳相似度帶到幾% 我覺得大概60 321請拿 妳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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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來分析 分析給我聽 分析給我聽 分析 眼睛這邊 真的被妳嚇傻的海倫 分析一個 妳都好好分析 所以一定要看一下影片 其實看一下 我們覺得要看一下影片 什麼 好 放影片啊 好 原本從素顏 對 音樂 所以最後會化妝嗎 不會 另外 她比較像 JUDY現在訪的是 Rockstar Rockstar 後來的 這樣我蠻像的嗎 這個握目鏡蠻像的 鋼牙也滿像的 好 你們有站在一起 我看 來 一人一段黑暗的歌 或是女生 等一下我會再 黃掉了 好好玩喔 來賓黃掉 我後來發現你比較像戴愛琳 戴愛琳的歌會嗎 戴愛琳的歌 戴愛琳對等的歌 對等的嗎 來一下 戴愛琳 仔細尋找感覺很重要 戴愛琳很像戴愛琳的歌 沒有 你就是戴愛琳 不要再跟我講到LISA這個名字 OK 她如果你是應徵戴愛琳的話 你就成功了 OK 對啊 寫錯了 就是因為她那個 就是流量很高 然後大家也都記得 我們不要跟風 OK 好 我們也有 我們節目也有自己的想法 不像 不像 OK 好 好 旁邊站著 踹啦 好啦 謝謝喬治的附魔房戴愛玲 對 戴愛玲的話你就真的很超像 真的